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在节目中透露,以后会回日本,掀起轩然大波。 福元爱在节目中提到妈妈千代目前一起,在中国台湾居住,婚后中日两边跑,坦言,今后活动据点可能会转移到日本。 小孩子也要读幼儿园了,也赞叹孩子,语言能力惊人,对外婆就讲日文,对爷爷奶奶就自动切换成中文。 而他退役后,没再打过乒乓球,也没让孩子知道,他曾是乒乓球界杰出选手,问到未来,是否培育孩子,打乒乓球。 他则表示,我不想给他们有压力,而老公江洪杰,参加运动实境节目全明星运动会,担任红队教练后,人气破表,受邀其他综艺节目录影,成为综艺新宠儿。 眼看第二季,也将开路,同时他也筹备,投资经验球馆副业。 福元爱透露,基本上他只有周六,日才回家,很多时间都在练习,也在经营乒乓球场,因此常常不在家。 福元爱,在日本女小学同学,成立Om Yushabi公司,研发专利乒乓球台。 他的母亲,目前因为腰伤,生活上,需依靠轮椅辅助,喜爱乒乓球的母亲,因为无法像以前一样,打乒乓球而感到难过。 福元爱表示,我希望所有高龄,或轮椅族们,在生活上,还是可以得到快乐及幸福。 我想继续跟我的女儿,母亲未来一起,组队打乒乓球。 打造一个,适合全年龄无限制的,乒乓球环境。 而如今福元爱,表态考虑返回日本,夫妻俩,是否分隔两地,也引起关注。 福元爱结婚五年,感情如交四期。 图,摘自脸书,福元爱自三岁,就开始打乒乓球。 图,华言提供,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